台北捷运新庄线 昨天下午两点钟正式通车 不少人排队抢搭第一班列车 而从现在开始一个月内的试运期 民众只要使用悠游卡 就可以免费搭乘 天冷又下雨 捷运站出口还是有人冒雨等候 要抢在下午两点 新庄线通车的第一时间进站搭车 领快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 捷运公司先拉开铁门 让旅客进站避雨 两点整准时开放闸门 为了赶快体验 大家都抢着上第一班列车 由辅导外籍老师 以前天天搭公车到东区 知道捷运要通车 第一天就来改搭捷运 还有不少学生和住在新庄线沿线的民众 都来搭车体验 去山丑的话还蛮快的 对啊 因为其实公车的话 从新庄到山丑公车不多 以前到南建东那边大概要两个小时 估计大概会省下多少时间 省下差不多一个小时 捷运新庄线这次部分通车的路段 是从福大站到大桥头站 这次通车的七个车站 一个月内都是市营运期免收费 跨线搭乘的旅客也只要付新庄线以外路线的车资 不过必须使用悠有卡进出站才有优惠 新庄线通车之后 从福大站到东区的中小新生站 大约费时24分钟 而未来新庄线已会连接机场捷运 旅客可以在三重站转车前往桃源机场 记者徐阿林之间新北市报道 有两位台湾到日本游学的女学生 昨天在语言学校的学生宿舍 被发现遭到历刃杀害 死者是家住南投的朱丽杰 和住在台中的林志盈 家人悲痛万分 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 而日本警方已经投入大量人力 调查这一起命案 从小看着林志盈长大的90岁林家阿嬷 听到还在日本东京遇害的消息 泪流满面 这起命案发生在日本时间上午11点多 两名来自台湾的女学生朱丽杰和林志盈 在住宿的东京台东区 草原日本语学校宿舍被人杀害 发现时都是颈部被刺 全身伸中夺刀倒过门口 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另一人送医后不治 家住台中的林志盈 李爸爸前天晚上还在网络上跟他通话 女儿游学前还特别上网 确认过他宿舍的安全性 才答应让他去日本 昨天晚上我还在跟他联络 他非常高兴本来今天是要到别海道去玩 门禁非常严格 他是要刷卡片才可以进去 怎么会有改读呢 也是在怀疑是不是有熟人 写出我们家属早日 找出这个凶数 林志盈大学念的是淡江资讯传播系 今年23岁 去年10月6号的日本游学 学的是动画和动漫 原本计划一年后回国 另一名家住男同25岁遇害女子朱立杰 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 又到日本游学 就是想要接触不同文化 在学校网络上留言 表示生活愉快 与同学相处融洽 两位被害女子的母亲 已经信号赶赴日本 日本警方目前朝向刑案来侦办 外交部也积极与日方保持联系 同时尽全力协助父日家属 目前日本警方是以刑事案件来进行侦办 目前是跟日本警方 我们国内的警察单位在 除了代表所有派出同仁 所以现阶段是跟日本警方 持续保持民生的联系 在日本东京区发生 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我国刑事局国际科当地的联络官 也抵达凶案现场掌握案情 至于家属怀疑是否熟人所为 必须等待日本警方的调查结果出炉 介绍彭秋莱士杰台中报道 又有购物平台传出外泄顾客资料 有民众指控在餐宽网站刷卡消费之后 接到了诈骗集团的电话 以作业疏失的理由要求到ATM刷退 结果被骗了十几万元 台北市法规会目前已经接到了六件申诉案 但是对于各资外泄的原因 灿坤表示还查不出来 目前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在3C购物网站点点滑鼠 货品就会送到家 但有民众却在灿坤网路刷卡消费 两个星期后就接到自称是灿坤的客服人员电话 说刷卡分歧的作业出现问题 要求客户重新操作 民众听了照做结果被诈骗了十几万元 那我们会要求灿坤在后续配合市警局的这边调查 把到底各资外泄的原因把它查明清楚 到底是个别的员工把各资拿出去盗卖 还是说有骇客入侵这两种状况必须要查明清楚 在全国拥有超过百万会员的灿坤3C 爆出客户各资外泄的问题 目前法规会已经接获六起民众申诉 但会员的各资究竟是怎么外泄的 灿坤还没查到 所以管道的部分有了解吗 我没有把它了解也查证不到 所以我们顾客或者是我们都会协助 做报警请警方来协助了解 法规会表示 灿坤对于各资外泄的数量和范围似乎不了解 目前只发送简讯给客户 做防诈骗的提醒 却没有做好后续的防范处理 因此要求灿坤做出说明 并且提出对消费者的赔偿方案 介绍陈商为调报导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饮食有关的手语 木瓜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手语的结构是 木瓜 吃 肥 培养 各样 丰富 棒 木瓜的手语 我们可以用一手弯起来 模仿木瓜的形状 然后用另一手做出 把子刮掉的样子 这样就是木瓜的笔法了 木瓜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木瓜arbeiten 木瓜 木许 木瓜 木 hurt 木瓜 木 木瓜 木瓜 木 Sara